我是韓國人 泰國的 波西哥 阿巴喊 兩位少爺仔,好心幫襯拍我用梵琳麗拉茲曲給你們聽吧! 我已經兩天沒東西落土甲啦! 波西哥 大佬,什麼不是說救利爾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無水的國家,勞動者的天堂嗎? 怎麽能屬幾乎所有隧道都憤悶了黑衣? 還比香港還差? 阿巴喊 阿巴喊 小弟,救利爾的北部之系,我們現在在共和國的南部嗎? 等我叫我從小時候,去過朝鮮東部沿海城市沿山,參加從桃園國際少年團下領營的時候, 認識到的金文泰同志告訴你,他現在住在平洋。 大家好,我是金文貴, 我生活在亞洲第二個歷史最長的民主共和國裏面。 在民主政制之下,由於能夠保證民眾有參與政治抉擇的過程, 以及保證我們一番被統治民眾, 有機會選出對我們民眾負責的領袖, 並且可以在適當時,以和平手段來搬他們, 所以民眾的地位比較高, 就以我們國家來說, 除了在三百千以南的地方, 民眾由出生至定蓋拉台, 都是由國家無微不至近照顧, 讀書由幼稚園至大學研究院, 甚至去英國飲涵水讀書, 都在孔中由國家召起埋單。 我們已故的偉大領袖今日成元歲, 做到八十多歲,都要拼心拼命為民眾做工, 搞到要心臟病發,在工作崗位上死亡了。 接著,敬愛領袖金正日將軍同樣得七十歲, 就為我們朝鮮民眾喊道瓜老陳。 現在親愛領袖金正恩, 只有三十歲,就已經拼搏到盡頭, 要入廠修理了整個幾月, 都未能見到他出來逃頭。 我們無法狗同果, 像香港那樣, 由六八九小圈子選舉出來的怪胎政權, 他們贊奪原本屬於香港人的權力, 以官商勾結黎謀取個人的私利, 並實現北平共匪的意識形態。 Bo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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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 香港的青年學生, 你們一定要撐住! 向小圈子選舉說不! 向北平共匪說不! FB